大家好,又是A-Fone 接下來我們講尿素酸性氣體 是講酸性氣體 酸性氣體 這個是酸,我們加入一些Alkolin鹼 自然酸鹼一定是尿素酸中和 但這個幾乎是怎樣寫的呢? 首先,每一個酸性氣體 我們要知道它會出什麼 它溶入水,裡面有水 我知道它會出什麼酸 然後正負交換就可以了 這個酸性氣體就是這樣加起來 SO2也是 只有一個加數 H2SO3 大家要留意,很多同學說H2SO4是錯的 OK 出H2SO3 OK 接著NO2溶入水 NO2溶入水 就要記這個圖 為什麼?因為不能這樣加起來 加起來就是 HN 就是這樣,加起來 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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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個 沒有H2SO3 所以要記這個圖 這個圖 可以嗎? 這個圖就兩個NO2 加起來 Gill OK 出這個HNO2 HNO3 Nitric Acid 兩個酸 OK HCO 氣體來選 OK 出H0 CL- 融入水 這個寫不到詞 這條詞 都不像上面那些 是嗎? 硬要寫一條 就是出H0 CL- 之前是GAS來的 沒有水的時候 OK 那CORINE呢 融入水 又是記這個圖 OK 出兩個酸 H-C-L H-O-C-L 可以嗎? 嗯 那我知道了 所有這些 Axidic Gas 去融入水 出什麼 那我就可以寫到 Nitonization 看吧 OK繼續 我們知道 GAS 酸性氣體融入水 出什麼酸 那跟著呢 所有東西就正負交換 OK 第一題 加上CO2 CO2 我們知道它融入水 因為裡面一定是Nine Water 裡面有水 出Turbanase H2 CO3 拆開做正負 H正正 CO3二負 OK 那這個 C是二正 OH是一負 可以嗎? 水交換Gill 出CCO3 OK 這裏出水 那出多少個水呢 那你就看一下 O 其實我們這裏 偷偷地加一個水 給它 它才可以出了 H2 CO3 那這裏正負交換 出了兩個水 可以嗎? 那我約 這裏出是出一個水 OK嗎? 都不知道說什麼 不知道說什麼 你自己數吧 這裏一個 CA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C就是一個 這裏兩個H 就是一個水 那O 也對的 可以嗎? 左邊有4個O 右邊有3個 加一個 就有4個O OK 做完的 對 好,第二題 又是這個 9Motor OK 加SO2 我們知道SO2 剛剛說了 對 對 這些基本知識 要知道 它融入水 H2SO3 這個酸是H2SO3 不是SO4 是3 OK 那旁邊 來了 登登 交換 所以出了 CASO3 水 OK 可以嗎? 這裏一個 CA1個 一個S1個 兩個H 就是一個水 左邊有4個O 右邊有4個O 對 那講開講 講出來嚇死你 聽著 這兩個都是 insoluble Solid 兩個都不容在水 所以這個 Line Water 就會產生 Milky 白色一點點的固體浮在 因為它的固體比較小 所以說 CO2 可以變成Line Water Milky 其實SO2 也可以變成Line Water 不過 我們當了這個測試 是CO2的獨一測試 實際SO2 也可以 OK 可以嗎? 繼續 做些難一點 第七題 酥脂排酬是簡性 加NO2是酸性 OK 我們剛才學了 OK NO2融入水 出兩隻酸 主要HNO2 HNO3 所以這裏有兩個 是吧 OK 水你可以不理它 或者自己寫下去也可以 最後才數也可以 OK 第一隻酸是HNO2 第二隻酸是HNO3 喂 這樣很明顯 Anyway H要幾個? 正二負二 正一負一 要兩個 交換GIL GIL NANO2 NANO3 出了兩個 OK 這邊有兩個H 一個水 OK O都對的了 二餘四 加一五個O 加二六個O 這邊呢 三四五六個O 所以產生一個水 MC很喜歡問的 那些同學永遠知道這個 就不知道這個都會出的 NANO2 好 第八題了 第八題 這些 一般考生都覺得難的 OK 這個 Alkaline 這個acidic 可以嗎? 那抗面融入水 剛剛說了 這版紙 好一點 基本的就是要知道的 出兩隻酸 HCl HOCl 可以嗎? 所以出H正Cl HCl HCl HOCl 我選擇 兩個 為什麼? 這邊正二負二 這邊正一負一 就是兩個 那 兩個Cl 兩個Cl 就是一個Cl2 交換 GIL NACL GIL NAOCl OK 兩個H出一個水 O數目 對的了 左邊兩個O 右邊兩個O 那出來這個是Bleach來的 漂白劑 NAOCl是漂白水來的 OCl 就是漂白水 NA正用來搭單 嗯 沒有特別意義的 NA正 OK 那 跟著了 再難一點 amonia 第十 NH3 加HCl 很明顯 出NH4正 CL負 正負不用寫的 所以出NH4 CL NH3 跟著第十一 十一都會做 你超厲害的了 哈哈 OK NH3 OK 加CO2 加水 那我想了 之前都說 NH3 就一定是出NH4正的 那這個呢 就是Carbon S 一定是有CO3二負的 OK 那搭上就出這個 amonium carbonate 這個是簡性 這個是酸性 數數沒有 這個叫1 有兩個N 兩個N 一個C 一個 OK 那就數了 左邊有 左邊未完 右邊先 右邊有八個H 左邊也有八個H 6個加2個 一份水 就夠了 是呀 是呀 這個都認識你很厲害的了 那考試街這些 不要寫出來這些草稿而已 那些H 那些就自己掃 個心掃就可以了 OK 下面 這個有時候都會問的 這個有時候都會問的 有一個Ferm Mode Decomposition 一加熱的時候 那些 那些Compon會分解 OK 這個 Calcium Carbonate 即是Nime Stone 叫做石灰石 中文 或者粉筆都有的 Chalk Marble 大理石 即是雲石 那這些東西 裡面都有 Calcium Carbonate 就是粉筆最多的 可以嗎 那原來 Hitting 一燒 會出了 Calcium Oxide 和CO2 那正常 如果你的化學 聰明一點 或者有一點常識 就知道不會出Calcium 那不可能 出一個Metal 這麼熱 你燒到 真的出了這塊 這塊也會繼續燒 所以怎麼會出 和Reduction還原 之前那塊的講義 是Troesus 怎麼這麼容易 一燒出了 我給你一包炎 難道你一燒 會出了CO2 沒有可能的 有可能是大鑊 對吧 爆炸性這麼高 很危險 所以出 Calcium Oxide Calcium Oxide 就是Nime 中文叫石灰 那融落水 就是Nime Water 那為什麼這些叫Nime Stone 因為它這個 Nime Stone 燒出來有Nime 就叫Nime Stone OK Observation 沒有什麼特別的好看 白色固體變白色固體 白色變白色 那 如果這個Observation 就看到 Carrus bubble is given out 就是Nime Stone 因為是CO2 來的 可以 OK 那另外這些 然後 Calcium Hydroxide 一燒 就會 又是 會出Calcium Oxide 水蒸氣 另外化粉 這個我覺得你也要知道 但是 不考的意思 就是題目 可以不給你一條色 但如果題目 講到明 講到明出這些 就是這樣考 你 題目講到明 Sodium Halton Carbonate 提到要出 Sodium Carbonate CO2 以及Water Wapor 叫做Balance 如果你之前 做過一次 你就很方便 適合的機會 就很高 你之前都沒有做過 就立刻想 錯的機會又大一點 這個一個 兩個Na 兩個C 這個一個C 加到C 就是兩個C 這邊有兩個H 另外一個水已經做完了 OK 原來這個是發粉來的 Barking Powder,發粉 發粉出來的CO2就可以令麵包發脹 可以嗎?你焗麵包的時候灑些發粉下去 麵粉一加熱的時候,發粉一分解出CO2 就會令麵包脹很鬆軟 這個考得都比較多 Papation of salt, 製一隻 Andicampan salt, 即溶到水的Andicampan Andicampan有很多 但多來去也是 一正,二正,三正 一負,二負,三負 答出來有很多可能性 之前第一課有講 那哪些用哪些不用呢? 怎樣記呢?就靠這個方法 首先不用那些 打交叉即是不用 不用那些就是Oxide 自己記上例子 例如三張瘦的鐵頸不用 可以嗎? 接著是Hydroxyl 知道嗎?我們學Persibitation Metal Iron加Alkali 可以嗎? 出了藍色的PPT 一條色變出來有成 二百多條色的嘛 那這些Hydroxyl大部分都不用 OK,這條色變出來有二百多條色 都是在講同一個反應 例如Sibitation,這個可以搭不同的證 這個可以搭不同的證 這個搭不同的負 這個還可以用 用Malicium Mg二症 Al三症 Fe二症 Fe三症 一大堆的嘛 PB二症 CO二症 NI二症 CR三症 一大堆 變出來就是二百多條色 OK 接著Carbonate當然不用 例如什麼? 粉筆 Telium Carbonate 剛剛講完 粉筆用的嗎? 雲石會用的嗎? 雞蛋殼會用的 當然不用 OK 可以嗎? 所以這個不用不用不用 OK 那融的那些呢 通常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Alkali 常見那幾個Alkali 那個症那個 N-A症 N-L-H 那個N-A症 K症 OK 另外 Amonium Iron 這三個 OK 可以嗎? 這三個就是常見的Alkali Sol-Aanti-Dioxyd,Protess-It-Dioxyd 還有aluatsu-Amoniumite N-H-pt 可以嗎? 接著 問題來了 喂 那效能用的 搭N-A症通常都用 講 這一三個都不用 那麼那搭 你如果aring 把蝶iste問什麼 用不 Khanna 那當然用 Sol-Aanti-Dioxyd OK KVH用不用,當然要用 那所以呢,這個用來再剔一剔 你自己再拔一剔,即是厲害一點 這個是最硬的盾,這個是最利的矛 這個矛,這個矛一下刺下去 吹不吹啊?原來刺得吹的 這個叫矛盾的故事嘛,當年有個商人古代 說我現在有最硬的矛盾,甚麼東西都刺不爛 然後他又另外拿出來,這支是最利的矛,甚麼東西都刺得爛 然後一位小孩問他,叔叔,你將你最利的矛,刺在最硬的矛盾,看誰贏 所以這個要贏的,攤一攤 那即是酸酸的硬碟,氧酸的硬碟 酸重量鋤塩是需要的, violet 硬碟 董酸素是需要的,聽不懂的 那錶繼續延伸下去 延伸到後來,OK 那是noytrate,NO3- NO3-也不是這三個,你們這三個不用的嘛 這三個充測法,這三個充測法,這三個充測法就用了 然後SO42負 一常見的那些負 又不是這三個就用了 然後group 7,希臘 chloride,plomide, aldide 又不是這三個就用了 這個表面就出來了 這個剔兩剔,剔兩剔 這個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和我正在做的東西一樣 NO3負不是這三個,所以用 SO42負不是這三個,所以用 SO42負不是這三個,所以用 OK,有一點特別例子 這個就是所有 Nitrid都用的 但當修肥,你一遇到 什麼會不用呢,會有 Calsium Calsium修肥,這裡有了 OK,Lat2修肥 Barium修肥 這個Barium都比較少 的 OK 那group 7,遇到什麼 不用呢,遇到 Ag症和Pb2症就不用了 OK,那變出來真的有很多個 Silver Choride Silver Blomide Silver Iodide OK Lat2 Choride Lat2 Blomide Lat2 Iodide 是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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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不特別說那些,應該全部都沒有色 沒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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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Pale Yellow 這個PPT 淺黃色的 沉澱 這個就是Yellow OK 這個白色白色 這個也是Yellow 上件這個黃色,淺黃色黃色 這個也是黃色 可以嗎 嗯 好,接著這個搞定了 容不容這個 OK 是啊 好 好 接著,例題目呢 講了 我要做很大粒的 大粒 大粒 Large Ammonium Sulfi 的Crystal 這個 那叫你怎樣做 叫你寫步驟 OK 行嗎 那,簡單講呢 你要想那個Mode Vaisal Number of Mode 好 首先知道了 Ammonium Sulfi 你做的時候一定是用Sulfuricic H2SO4 OK 接著呢 這個是Axidic 酸 來的 那這個Alkali當然是Amonium OK 這個叫1 那兩份 因為兩個N OK 那Mode Vaisal一定要一樣的 那 那Mode Vaisal一樣呢 例如我們大家的濃度一樣 那我只要體積一樣就可以了 這個用50毫升 這個用25毫升 就算你未教Mode 你也知道 大家的濃度一樣 體積 例如這個50 這個25 那裡面的粒子比例當然是2比1 可以 可以 所以你寫文的時候 你作文的時候 可能這個有那個 communication 傳義分的 你首先說 我們Mix Same Morality of Ammonia Morality 即是那個濃度 OK 還有Sulfuric 1分 那Vaisal Vaisal Vaisal應該是2比1 OK 可以嗎 這樣寫完1分 Vaisal就是2比1 好像我這個例子 嗯 然後呢 因為它要大粒的蒸體 大粒呢 就不可以 不可以燒到它乾燥 要燒到它 saturated solution 飽和溶液 就是大概整個東西 你燒到剩下3分1 就saturated 的了 OK Volume 嗯 接著是冷卻 OK 冷卻完之後 哇 有大大粒的蒸體 接著怎麼辦 Filtration 過濾 那就可以拿到 那個 大粒的 Amonium Sulfine Crystal OK 那這裏3分 或者4分 可以嗎 那 另一個方法 準確一點 做Titration 這個不特別講 講到那裏才講 OK 播給你看 OK 那我把Amonium 和Sulfur acid 2-1 混合 接著加熱 去到saturated saturated 大概的 真的做細節 那我其實已經煮過濃的了 但OK 嗯 其實應該慢慢等它冷卻 你放一天就行了 cool in the warm temperature for one day 哇 好大粒 哈哈 大家知道顯微鏡 下面看的 這些 OK 接著做一個Filtration 過濾 當時我拍片 沒有拍到Filtration OK OK 接著 詳細一點再講一下 Paparation of salt 如果那樣東西融在水 一般做的方法 有四個 例如 題目叫你製這個 MASM修肥 MGSO4 OK 可以嗎 To prepare Papar就是做 那我看看 剛才學過的東西 登登 融融的 MGSO4 喂 SO4一般都融的 除了CA二症 PB二症 和BA二症 MGSO4當然是融的 收到煲燒水 可以融在水 可以融在水 一般我們有四個方法 OK 下面有的 第一個 Metal加 Acid OK Metal就是MGSO4 那要加這個 Acid 就加大粒的Saufer Acid OK 一加 出酵盡 OK 那整碗Solution 最後就是MGSO4 OK 我想 很快拿到的 就是蒸乾去做Evaparation 我想慢慢拿到 大粒的固體 就做 剛才 Crystallization OK 這個快 好 Crystallization 即是 加熱到Saturated 飽和 OK 但是放得慢 這個慢 這個蒸體 就是小粒的 small crystal 這個就是大粒 crystal 可以嗎 嗯 那第二個方法呢 例如我用Oxide 這裡 Metal Oxide 再加 Acid 其實這麼多方法都是這樣想的 我這個可以搭什麼 搭O2- 這裡搭H正 是不是都搭H正 這個 我又可以搭什麼 OH- 搭Carbon ECO3-2- 可以嗎 即是正負交換 OK 所以第二個方法 這裡有的了 不過我再寫一次 我們用O2- OK Metal Oxide 加受氏 好 正負交換 是吧 Gil MgSO4 水 OK 第三個方法 Hgoxy Metal Oxide Sum 受氏 又正負交換 MgSO4 這次兩個水 第四個方法 Carbonate 又是正負交換 所以之前那些學得好 你一邊學就覺得很長順 不是你真的炒一大碟 陰工 OK 嗯 那就是HCO3 就是CO2和水 可以嗎 所以這裡 其實我們不斷換的負 這個不斷換些正的給它 然後正負交換 一定會出了這個 但 這裡特別留意 正負交換 最後我們出的東西 是沒有干擾到原本這件事 什麼叫沒有干擾 你說出Hirogin是氣體來的 是不是走了 OK 這個 產生水蒸乾去 蒸乾去 沒有干擾到MgSO4 這個氣體 GAS4 走了 怎麼知道有干擾呢 來了 有干擾 例如 例如我建議 我建議 這裡我不搭這些O2負 O2負 我搭個CL負 這個我搭個NA症 糟了 表面上好像可以的 寫給你看 你支筆有墨 你就能寫到東西 OK 就寫到 OK 這個是AQ來的 Solution 這個是Solution來的 可以嗎 嗯 GILD MgSO4 哇 好開心啊 好厲害啊 出了這個 兩個NACO 好厲害啊 好厲害 這個鬼 OK 第一 這個不是一個反應 來的 因為它又不是尿燭 又不是 簡單說 所有東西都沒有變過 你看上面都是 上面不是的 Carbonate是CO32負 變成CO2 那些融合 不同的 這個Ion 這個Croaline 那些全負是Ion 這個水是Croaline 變成了 就是New Substance 產生生物質 這個沒有變的 就算當它是一個反應 你最後蒸乾完之後 這個白色固體 這個白色固體 兩個分開不到 你看 這個尖一點的 這個沒掘一點的 我用牙籤尖一點 尖一點 喂 不是這樣做的嘛 聽得明白嗎 你最後出來 這些混合了下去 你分開不到 cannot separate 而且這個不是一個反應 你分開不到 你看 上面又分 上面分開到 水蒸乾它就可以了 蒸乾它就可以了 CO2走了 水蒸乾它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 你塞不同的 正負給它 你看清楚 一般是這樣塞的 O2負 搭H正出水 O2負搭H正出水 這個出CO2水 這樣就對了 下面又錯到飛起了 因為出來分開不到 而且不是一個反應 就算是反應也分開不到 你怎樣分開呢 兩個白色固體 可以嗎 所以不要亂搭 正負下去以為很厲害 OK 跟著 下面一會有很多例子 你可以慢慢做 OK B 這個是 可以用的 soluble 那樣的sort 就是這樣 這四個方法 那如果那樣東西是 insoluble 例如我要做 題目我要做這個 COCO3 好 OK 是固體來的 加水都不用的 OK 這樣呢 我們做一個方法 很容易記得 就是precipitation 跟著filtration 既然它不用 那我就把PG 做它的沉澱出來 來找這個來做例子 喂 這個固體不用的 我兩個都搭過融的 一定要搭融的 好 OK 這個融一定是搭NA K K NH4 這樣就融了 AQ的 一定要融 一兩兜東西 都是solution 一加起來就出這個沉澱 那這個沉澱 就做filtration 一個類型可以拿回 如果本身這個都不用 就沒有反應 OK 那這個搭什麼用 搭SO42- NO3- 通常要C-L- B-L-F-I-F-的小用 不要用 可以嗎 是啊 那就是在這裏 哈哈 我用C-L-2-Sulfate OK 加SO42- F-C-L- 這個就是塑膠,沉澱了出來 然後這個溶在水 這個溶在水,沉澱了出來 塑膠,所以我一做Filtration過濾 大家影響不到大家 這個變成固體物就拿到這個 然後沖水,記得要說 沖水,沖完水之後 沖一點水都不溶不下 沖到表面黏了這些東西 沖水,然後放進焗爐 身穩之下風乾就可以了 可以嗎? 做些錯事給大家看 如果這個我用 我不搭N症,我搭MG耳症 糟了,搭MG耳症不行的 這個是固體來的,這個本身不溶的 你不溶的固體 就是這樣 加上一個白色不溶的固體 然後又說出一些固體不會這樣反應 你本身都不溶就沒有反應 你這樣加下去 所以這些不要溶 可以嗎?用的兩個都要溶的 OK,好 這裡還有很多例子 你自己試試做 我做多一兩個 這個這個這個 D那個,D那個用不溶的 當然不溶 OK,為什麼又要拿一瓶紙出來 對不對? 一般的蟹磋磋磋 除了這三個蟹磋磋 OK,那現在Iron-2蟹磋磋 OK,那我就 搭兩個都要用的 OK 所以加上液水一拋 酸油蚵和 播給你們看 好,來了 Iron-2-Sophia,那個蘇針鞋抓完 一出來,一塊塊 Precipitate 這個深綠色 OK 好,來了 接著,這個也播給你們看 OK 就是group 7 CL-BL-I- 遇到AG症,都是出沉澱的 Precipitate OK 上面這個呢,這個是silver nitrate 這個是NACL,NABL,NAI 的solution OK,加下去了 第一個 White Precipitate 這個就是 pale yellow 淺黃色 AGI 要記的 可以嗎? 好,繼續 接著,PB二症,加CL-BL-I- 上面是PB二症 很棒 我先加了I- 這個KI 正的搭什麼 無所謂的,NAI也好,KI也好 總之這個,鮮黃色 PPT,很漂亮的 這個白色的PPT 中間都有的,中間慢慢出 就會 看到開始出,針撞 很漂亮 OK 好,接著這些 你真的自己試試做 你首先第一件事,看它是融 或者是不融 C那個,SO42- SO42- 答F3 只是融的 融呢 就用這些方法 這四個方法 考試不用叫你寫四個方法 你隨便寫一個就可以了 OK 可以嗎? 嗯 你每一個都這樣做 後面有答案對的 自己對 OK 那旁邊 酸 酸鹼 關於PH的應用 這個脂下 我覺得是普通的 OK 例如頭髮呢 我們頭髮呢 是 slightly acidic 微酸性是健康的 OK 但是洗頭水 因為要去除一些油污 你頭髮邊有些油脂 所以去除油污 一定是alkali 遲些有說的 去除油污的東西 一定是alkali OK 所以洗頭水是簡性的 所以護髮素呢 我們要加一點微酸性 補充一下 洗頭時失去的酸性 所以洗頭水是微酸性的 OK 電髮那些solution pam solution 一定是強的alkali 強的簡性 才可以把頭髮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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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的 那例如 正常的乳水呢 不是pH7的 因為有溶的CO2 OK 正常空氣中有CO2 所以 那些乳水呢 OK 溶落水呢 是有carbonase 有少許的 所以 正常pH 不是等於7的 OK 大概5.7 所以 所以pH 小於7 大約5.7之間都算是正常的 如果小於5.7就算是acid wing酸乳 OK 很簡單 因為 正常乳水都是微酸性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中和 或者那些混水的金屬管 鐵管等等 就會容易生鏽的 OK 所以我們通常用最便宜的東西 最便宜的東西 通常這個 soc9 可以嗎 去除乳水的酸性 為什麼 我想你避開 我們想避開 乳水的negative wire 不寫 OK 所以我們就這樣加H正 都可以的 寫Ionic equation OK 可以嗎 正負交換 這個兩個 不停正負交換而已 沒有人和它交換 就自己照寫 OK 所以出了CA意證 兩個水 不可以再弱 因為這個是Solid Ionic equation 當中 Solid不可以弱 嗯 只可以弱AQ 這樣就不能弱 不能弱 所以全部照寫 OK 那這個Solid 一滲入酸性的乳水裡 或者正常乳水裡 中和了酸性 所以不太容易 令水喉 那些生鏽 那些鐵製 OK 這個又是這樣寫 OK 那些用 Kalcium Carbonate 會快些 你做細心不知快些 審下去不停起泡 不停出CO2 當然是快些 可以嗎